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寵物小真靈 燃燒蟲的冒險 龍天王那個城 和之前見到的不同 比較寒酸一些 像監獄 地獄之類的 好 馬叔出發 很嚴肅的樣子 很煉獄的 那麥克勒就是煉獄呢 還是被燃燒蟲 燃燒蟲回頭呢 大鬧一場 大家就拭目要待了 對面手法的是一隻 已經打過很多次的七夕青鳥 那麽我們就用伏特轉換吧 嘩 蜜口多而已 嘩 棉花防衛了 小小後悔沒用到死身撞擊 不過後悔不怕遲 現在快點補回 嘩 完全扣不到 好硬啊 突然間 嘩 我們的蟲珠 在緊張關頭爆擊了對面的暈鳥 成功解決了對面的暈鳥 對面又換上了一個 沙漠蜻蜓 不知道會不會用飛行之類的招數 的飛人系招數 不要理啦 我們怎麼都要補個血的 好了 怎麼知道是岩斑了 哎呀 蜜蜜蜜 嘩 超級多 我們沒有學鬼火 應該學了鬼火才再打這一關 不知道 希望對面打不中 這個我們 唉 死活了 這是什麼 試試看 好像寫著是加防衛力 好像寫著是 我撐得住這下岩斑呢 真的撐得住喔 戰鬥藥水 我第一次用 這次冒險成功了 我們會有更多的攻擊機會 還有岩斑的PP也不多 我程度上可以接近一點 我們要寫身撞擊 岩斑難道沒來這麼快沒有PP 應該是超音波的 我們來一次寫身撞擊 難道真的沒有PP 10PP 10PP的岩斑不應該有 不要管了我們解決到多一隻了 喔 因為看到我們加了防物力 想降回防物力 那個系統 好啦 刺動王 死火了 唉 難道真的要輸 大海浪 大海浪 15PP 咦 我們撐到了 我們可以攻擊 不扣一個半 我們也可以攻擊 唉 但這招就麻煩了 馬上寶飛寫身撞擊 這招就麻煩了 好像有點不應該這樣做 要大海浪我就死了 好啦 但對面沒有大海浪 我們之前買了4支可以回復狀態的藥水 這個時候呢 值得使用了 可以同一時間補血和補這個狀態 好 我們再來一個射身撞擊 今晚招了一個半 好 然後再來一個射身撞擊 好 成功解決 不抖?! 剩下一點血 撐住 撐住 唉呀 輸了 經過上一次的經驗 今次選擇了 配上鬼火 再繼續戰鬥這個狼蹄天王 那對面的沙漠星庭呢 已經沒有了這個 岩崩了 但現在都使用了對面的混亂 其實現在真的可以慢慢等對面消死了 不過我們都可以爭取一些機會 去回復我們的混亂 雖然成功進入了 但有沒有解除到暈暈呢 就回復不到我本來是水龍的 那這個回合呢 最好就是嘗試 因爲對面 因爲對面 吸不到我過半 因爲對面的攻擊失敗了 對面的攻擊失敗了 不是 是我們先動 只是單上 那對面用了催眠 那對面一下沖浪扣力太多了 如果我們 再嘗試攻擊他 好像有點長 會變得很薄 所以不如試用火焰車 因爲我們現在沒有了重駐了 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也好 啊 怎麽知對面是沒有這麼攻擊我們 我們今次的血量比較多 所以我們不用 上一場用過那個 可以補血和補撞體一個 好 慢慢燒 我們可以馬 可以吃 完全不用擔心 那個血雪 好 好 激殺對面的機會要來了 希望對面不要像 剛剛上一場一樣 剩下的血 啊 加上一些氣勢 叫一叫 金尾喵 哇 會拿衣服 好厲害 又是三火星星星 但是沒有鬼火啊 這個超高 有萬一百四十攻 普通力的招數 他懂的 我不知道 先燒了對面 然後補血 不是扣你很多 扣三十多 現在可以來一個 射身撞擊 撞上一下 好了 用這隻降到我們 麥理防衛力 好 差不多到射身了 我們先輕輕輕輕補血 盡量留多戰力 等下和最後一隻暴泳員打 因為不知道會有什麼技 嘩 被不斷降防衛力 死火了 快點死我了 終於到最後一隻暴泳員 還過了我們防衛力 還過了我們防衛力 還過了我們攻擊力 完畢 終於用鬼火去戰鬥 遲斷 嘩 你被人趕了很多次防衛力 這下傷害非常之高 差點死了 沒死了 差點滑 差點滑 差點用錯過血 真的用了50血 即補血還剩下10多不久 對面繼續用潛龍 既然沒有打miss的職場 因為這招照到你很容易打miss 爆擊了才扣我們剛剛好過半 好消息來的 我們可以用差一點的補血 潛龍很高機都打不中 嘩 夠非常多 正路應該扣了不少 因為本來他應該扣到我們的傷害 燒著了之後 如果我們沒有被人降低防衛力 應該可以扣掉更多 對面終於打不中了 這個血量不知道對面會不會再補血 但對面應該用了兩次補血 對面沒有補血 最後一個決戰 去吧二燒蟲,寫傷助擊 報榮圓了 撤頭敷了 金剛腿了 www praw 這什麼,二燒蟲的樣子好像 Denmark 好,龍天王,你也不愛如是 雖然我打得挺辛苦 唉,既然有一隻這樣 我已經練好了,既然燒蟲也打得這麼辛苦 那到底用刺尾蟲玩的人 又玩得挺辛苦呢 好啦,那今集我們暫時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即將會到燃燒蟲的最後一集 燃燒蟲冒險的最後一集,挑戰大悟 好,今集也是這樣,拜拜